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8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订阅小铃铛 8月份是一个不太轻松的时刻 而且越到后面越混乱 为什么 因为在8月份里面 我们知道金星仍然在逆行 同时8月24日开始 水星也要逆行 它们是重叠的 所以这整个月份 大家会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节外生枝 变来变去 反反复复 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月份 我们要善用整个星座的变化 来成为自己有力的助力 所以这个月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你是想要顺利进展的话 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抱持一种体验跟实验的精神 比较宽容的精神来看待这个月份 这个月份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买东西之前 会试吃试用试喝对不对 或者是说可能开一家店 你会试营运 所以这个月很多事情我们要抱持的就是去体验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作为我们可能在后续可以调整做得更好的一个基础 好 这样子你就比较不容易带着一定要怎么样的预期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月份既然本来就很容易变化 太好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现状 你想要变化 你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不够好 请你利用这个月份 比方说你可能之前也有买卖或订一个什么样的契约 这个月份你可能要重新跟对方谈条件 谈价格挺不错的 或者是你本来要装潢家里 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可以再增加或减少预算 或是做什么样的调整 这个月份就很适合让你多看多比较 让自己可以把一件事情可能有做出不一样的成就 但是这个月我们来看整个星象好了 那么整个星象来看 在8月23日之前太阳都在试着做 所以这个月份如果你想要玩乐 或者是说在工作上面 学习上面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月是可以把握机会的 但是在这一个23日之前 有两个时间点要比较注意 第一个是8月2日 这个2日的满月 它很容易让事情比较夸张夸大 好的也很夸张 不好的也很惊奇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样重要的消息要分享 希望能够广为人知 那当然8月2日的这个满月 它可能会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也可能很多人会在8月2日前后遇到一些 让你惊讶的状况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要保持冷静 谈性应用会比较好 再来8月16日的试着做新月 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在合作感情上面 确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所以如果这个月你有重要的计划要执行 那么我会建议你在8月中以前 或是8月中左右最好有一个大致的底定 不然的话接下来变动就会比较多了 怎么样的变动 在8月23日开始太阳进入了处女座 24日水星开始逆行 27日火星进入天秤座 28日天王星怎么样逆行了 所以你看到这一连串都是在做变动变动变动转换 代表的是很多事情可能在23日前后开始 它就容易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暂停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些事情不能这么做 变数就来了 当然如果你本来就要变化的人 这段时间很适合变化 如果你本来不想变化的人 那就比较要小心这里面的风险 或是你要准备备爱 再来就是8月31日的这一个满月 也非常的挑战 因为它充满了大家必须要有耐心 必须要克服困难的一种可能的情境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份 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 很多事情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月 作为改善或是了解彼此的时候 而不要作为一个你一定要结案 或者是做重要决定不能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运势 这个月既然是试作 那我们当然要先聊聊上升或太阳 同样是在固定星座的 就是包括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在这个月 我觉得你们往往会有大好大坏的 一个发展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因为这个月份那种闪电的变化 跟忽然有一个新的局面 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机会 非常高 如果你有觉知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月份 来做一个革新 来推翻以前的自己 那么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这个族群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展开 比方说像这个上升或太阳 在视作跟天蝎座朋友 你们特别容易呢 在事业上工作上面 有一些新的机会 新的舞台出现了 那你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是独善其身 你现在呢更要奸善天下 所以你是有一个领袖特质的 所以这个月你们工作运势 相对是比较好 也是你可以努力 这个争取机会的空间 同时呢 上升或太阳在视作朋友 还有呢这个水瓶座朋友 你们感情运势啊超级旺 除非你们自己不希望它进展 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个合作伙伴上面啦 或是说认识朋友谈恋爱上面 你们的机会很高 那也可能你们想要 跟以前那些旧关系做切割 你想展开新的关系 那么这个月份 它是有一种释放你 人际关系 运势跟这种自由自在特质的一个时期 你可以好好的把握 那再来金牛座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朋友 这个月份呢 是你圆梦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刻 你可能家庭环境或工作环境 也容易有进展 只要你愿意 我觉得你可以透过选择环境 或者是改变住家的一些事情 让你自己迎接不一样的气氛哦 好 以上呢就是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固定星座 再我们看一下 如果呢 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变动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射手 处女双鱼的朋友 哎呀 这个月份对你们来讲呢 是比较多挑战的 一方面呢 你们工作生活超级忙 而且呢 有的时候会一下子接很多事情 或者是呢 要在好多地方跑来跑去啊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都是小case 真正的难处在于呢 这个月刚好呢 有群星啊在处女座跟双鱼座 呈现一个就是对抗啊 矛盾的状况 同时水星也会在24号开始 在同样是变动星座的处女座 怎么样 逆行 所以你们比较容易遇到就是 人事上面的一些纠葛 或者是沟通上面的困难 或者是说 哎有些事情快不了 你就是得慢下来啊 所以这个族群呢 我的建议就是 第一个呢 你们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解决问题 第二个就是 该吃好啊 该休息啊 保持身体健康 这样呢 你才有活力去因应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在个别星座上面来看的话呢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 你要比较小心或是 要花一些时间照顾你的家人 处理家人的状况 或是长辈的意见 不然他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干扰 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在这个月份呢 你可能要动起来哦 很多事情呢 你要去为自己争取权益 或者是呢 你可能有必要啊 或是有机会承担大局的一个负责或领导的角色 所以你会有比较多的这种问题或是挑战要克服 因为大家都跟着你 那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做朋友 这个月的挑战 往往来自于工作上面的竞争 老板或者是说 可能公司上面很多变化 那同样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 所以呢 也许你平常不太在意这些顺情 可是这个月份 我认为争取别人对你的信任跟支持 可能会对于你的工作有大大的加分 最后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你容易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 就是可能你的情人伙伴要求比较多 可能你的客户很难搞 那双鱼座往往会想要面面俱到 所以你就让自己疲于奔命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呢 你知道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状况 适度的也要懂得说no 那保护一下自己 我觉得对双鱼座来讲也是挺不错的哦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白羊座、巨蟹座 还有这个天称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 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星座 你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不过这不代表你没有挑战 只是呢你的挑战比较多在于生活的小细节 比方说工作上面的沟通没有那么顺利 旅行啊出差啊 或有一些状况改来改去 或者是呢要小心这个初心失误啊 比方说把信寄给不对的人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3C产品出现状况 车子怎么样 所以你要去处理这些杂物 那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被处理好的 只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它可能就好几次反复啊比较烦 那在这个族群里面来讲呢 上升或太阳在白羊跟天秤座朋友呢 工作是忙碌的 可是你们的人际关系 感情运势是不错的 我觉得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还有你爱的人 我觉得可以让你们感情更增温哦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啊 在巨蟹跟摩羯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可能你们在比较多事情上是处理怎么样 跟金钱有关的事情啊 同时呢 可能跟沟通讲话交易的事情 往往也会变得稍微的复杂一点 所以呢 哎你们需要稍微仔细小心 然后呢 不要急着马上做决定 我觉得当事情都确认好了之后 再做决定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8月份的运势 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8月份 很多行星逆行的步调 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可以精益求精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